根据浙江省气象台的预计 今年第9号台风立起码将于10号白天 登陆浙江沿海或者是紧擦沿海北上 届时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并伴有大的暴雨 而目前的浙江各地正在严阵以待 全力做好防御工作 浙江 瑞安 苍南两地 分别启动防台四级和三级应急响应 在外坐椅的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在浙江泰州 当地海事部门已于7号下午 发布三级防台警报 台州海上客运中心紧急转移 大陈岛上游客856人 从今天起 浙江至大陈客运航线将全面停航 台州沿海其他客运航线正常运营 将是沿海风力情况 适时停航避风 除此之外 在浙江州山 当地海事部门对辖区内 长期停航船舶 无动力船舶 及37个在建水工的 近200艘事工船舶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全力做好防台工作 在浙江温州平阳县 当地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除渔船归港外 紧急组织沿海南极岛上的游客撤离 截至昨天下午4点半 除了留守的工作人员和岛民外 岛上的2400余名游客 已经撤离完毕 从今天起 从敖江瑞安等地 往返南极列岛的船舶班次 将全部停运 对于已经订过票的旅客 客运站将全部退票 向下了